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着说着 他就哭了 他是真心的颤吻 这段经过 不在我们所预期的采访内容 当我们进到金月里 正要访问这一名声容人时 他把握住机会 他伸手递出了一封信 接下来 他就突然啥气了 这一哭哭了两分钟 他在哭什么呢 我们翻开他的档案发现 今年他快四十岁了 在入狱之前 他的工作是载着女孩 去卖营的司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马夫 在访问过程当中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他说他做了十年 他自称是中立马夫界当中的 第一把交椅 过去十年来 有超过五百多个小姐 在他的手中来来去去 他之所以锒铛入狱 就是因为他载到了一名 未成年的少女卖身 触犯了儿少 以及性侵害防治条例 未成年的女孩 就算他们声称自愿卖身 能算是自愿吗 就算是成年人 声称他们自愿卖身 真的就是自愿卖身吗 在今天我们特别规划的 马夫告白的特辑当中 我们要仔仔细细地来听 这个马夫非常坦白 非常详细地说出 他当年他是如何的走私 如何的偷渡 如何去贩卖台湾女孩 大陆女孩 甚至是越南的女孩 他又是如何去给钱 去贿赂那些不孝的远景 我们的目的 不是要给他一个机会 不是要让这个犯罪者 透过我们的节目 去漂白他过去的过错 而是要一块地揭开 在台湾的人口贩运的血泪时 我们来看资恩记者 傅家庆 陈志扬的报道 这是一段我们透过特殊的管道 前进台湾某一所监狱 所进行的采访 基于事件的协议 我们无法透露这里是哪里 没想到才正要坐下来 刚要开始访问 就出了一点状况 这位受刑人见到有媒体来访 他把握住机会 无预警地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封信件 接着他准备要说信的内容 却越说越小声 开始啜气 后来泪流不止 一哭整整哭了两分钟 我们没有打断他的哭泣 毕竟当一个人沦为阶下囚 谁不想大哭一场呢 信中是他对自己犯行的后悔告白 两大张的稿纸 一千多个字 他想说什么呢 我从小到达那个真的 我觉得我是被他欺负比较多 让我个性的欢喜 仔细看信中 通篇处处写到的父亲母亲 小时候被欺负 自卑 现在 后悔的字眼 我早上去送那个两奶 白天又接一个工作 晚上又接一个工作 我几乎来工作 好像万千小时候的事情 他三十多岁了 入狱已经两年多 还得再做一年多的老 而他犯了什么法 哪来这么多的后悔呢 他曾是北部某县市 马夫第一把交椅 请听一位马夫的告白 当初是什么状况 人家讲 所谓的马夫 那种工作 入狱前 他的工作 是在小姐去卖营 也就是俗称的马夫 某一次 他载到了一个 未满18岁的女孩去接客 触犯了儿哨以及性侵害防治条例 这样子做了多久 大概十年了 那这样子 马夫的时候可以赚多少 马夫一个月大概九万块 那到了做经济的时候 可以赚多少 我记住 大概一个月大概有二三十万收入 他说自己当马夫 已经有十年的资历 月收入自称有九万多块 后来当所谓的经济员 仲介小姐下海 月收入暴冲到了快三十万 接下来请仔细听 过去十年来 有多少位小姐 来去就在她的鼓掌之间 你旗下有多少小姐 你中介过多少小姐 有个人就上 大概超过五百人 五百人啊 对 千年过 十年有啊 超过五百人 十年 五百人 也就是接下来你将聆听到的故事 是一段五百个小姐的青春 乘以超过五百个家庭的悲歌 再乘以超过五百个客人的夜夜声歌 你知道一个晚上我讲完 一个晚上有多少人在做 至少一两千个人 一两千个人需要 就关门桃源县 你不可能都是你在啊 因为我可以平衡下来 我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们在同行的我有三四十个人啊 你的同行有三四十人啊 对啊 我认识很多人啊 我那时候等于在做 我做到几乎人家都认识了 都知道我啦 我做得太 就是变得很 简直说 在中立上是很大的 你算第几把啊 对啦 就是说全部都跟我叫的 阿公 你算不算头 我算头啊 真的 算不算第一名 我算啊 他说全盛时期 光是在桃源 一个晚上就有快两千个嫖客来电话 让他大言不惨 自称是做到了中立马夫界的 第一把交椅 但这第一头衔的背后 却是那五百个女孩 刚穿裤子 又要脱裤子 从下半身蔓延全身的疼痛 一天你要载多少人 实际上都有十几趟嘛 我们现在走的行情 大概三千到五千块之间啊 小姐大概都拿到七成 好像七三菜嘛 一个女孩 一天被他载十几趟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扣掉了休息 一天的工作量 是这样子的不堪 一天大概要多少次 好啊十五十六个 一天五十六 可是你把它处理出他能工作的时间 一个根本没有多少时间 又不是每个都一个小时 有的男孩子 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出来啊 他一个小时最多可以接三个啊 他出来了马上衣服一串又 对啊 都排得满满的啦 他们天天就除了修红啊 他一个月至少接两百多个人 所以说才 他就要躺在床上啊 我刚才去看 真的看不下去 因为他们受伤的话 就是去 之前那个秘密啦 要打一针好了 大概休息上这个小时又上了 打什么针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在啊 就是打得比较舒服啊 搞不懂 我不知道怎么在啊 要生理 就是算不算 就不会那么痛啊 那种时候都破皮干嘛 那个打得比较舒服啦 舒服的时候他们就继续散了 你说要生理器官舒服吗 他们已经麻痹啦 你要不要痛就好 不要破皮 他们就继续散了 从睁开眼到闭上眼 一天当中 他们的工作循环这三个基本动作 穿脱好 穿脱好 客人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都有啊 如果我做他们喜欢的事 他们就会给我小费 可是有一些客人 蛮凶的 蛮凶的 弄得我很痛 曾经问一个客人说 你会不会对你老婆这样 他说 我老婆是我老婆 你是女儿 就像我们吃东西 我吃一个两个是美食 那本来性也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可是对这孩子 他并不是因为他想吃才做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被强迫吃十个小时的东西 我们怎么会觉得那东西是好的 听到这里再回去听听看 刚刚这个马夫说 他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呢 马夫一个大概九万块 动辄月薪九十k 两百k三百k 钱原来是这样子赚的 我们有 我记得我们有个孩子想说 他觉得他自己像公共厕所 他觉得他的 就像一个公共厕所 是任何发泄 很一样 还真奉献 女的躺着赚 男的笑着赚 马夫马夫 不就只是司机开车而已吗 每一个人都会以为 我只是在载小姐而已 我的罪没有那么大 事实上 他是集团控制这个女性 最重要的一个 实质上在执行管控的人 也就是说这些小姐要出门 一定要找这个马夫 所以这个马夫其实不但只是 在送他们 其实也是在监视这些小姐的人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被害人 其实到后来就是他会选择 跟马夫形成一个同盟的关系 我想那个是一个生存的技巧 然后同时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见不到真情 那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付出关怀 他当然会想要接受 女孩子做这个很辛苦 有些真的是 真的是缺那种女孩子的钱 我这个人是 他们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都 我该给他们的 我都会给他们 我只拿我自己该拿的 只拿该拿的 不如我们来帮他换句话说 不就叫做佛心来的吗 我像我们老板说还好 还会加钱给他们 只要一千二 别人就不会加 所以呢 你要被剥削 你就要在这里被剥削 不要到别的地方被剥削 这就是他们的说法 这该拿的该 是如何跳过良心的谴责 被合理化的 28岁的时候吧 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分手 就是刺激比较大 因为她结婚都没跟我讲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又想到小时候成长 然后我就很 我就觉得很痛苦 很 很 后来我就学会 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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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欠了 一两百万 就来了 被欺负 被辜负 所以怨恨 所以报复 所以最终 把总统服务 让我 我彩贴三万块 花那三十万人 都还不怕过 我又不得不做这个 可是做这个 是以心理性上 那种心情很奇怪啊 马富这条路 就跟女孩声称自愿出卖肉体一样 刚开始都是安慰自己 只做一阵子 但后来呢 跟着人家做 他三个月之后 我觉得这个钱好赚 我想把我的债还掉 我是很快把债还掉 可是我已经那个 已经迷上那种大牌 就是好像感觉上 人没有像以前 那么认真啊 后来自己的价值观都变了 花花世界里 后来自己 也不认得自己 可是这样一折腾 就十年了耶 你还掉了吗 我还掉了 我就跟你讲 我就是因为 怎么讲 做这一行 我自己也回去碰 我很爱玩 因为我没有结婚啊 结婚那里需要 我也会玩啊 那我的钱就是 一半花在女孩子身上 就是性的这个部分也是 对啊 也是花在他们身上啊 有时候就是 打牌身上 就这两样啊 我完全没有存到钱啊 在台湾 跟他有相同境遇的人 我相信 所在多有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跟他一样 选择了 去做犯罪的行为 我想我们 都是环境的产物 但是我们也都是人 有自由意志的选择 人都有自由意志 而他先把自己的那份 给出卖了 后来还转卖起别人的自由 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工作 其实是在侵犯 另外一个人的自由 然后他们觉得 买卖人口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人怎么可以被买卖啊 人的自由怎么可以被买卖 但世上终究不是人人都真正的拥有自由 人的自由怎么可以被买卖 但世上终究不是人人都真正的拥有自由 从儿少信心防治条例到人口贩运防治法 不管是招募运送强逆媒介人口 从事劳力或性剥夺 通通有罪 买卖别人自由的下场 是自己在监狱等了两年 才等到一个伸出手递出信件 声称自己有多后悔 企图获得那片刻被原谅的自由 这首无情人有情天不断地唱到 5千块要买一头牛 这就是台湾早年除剂的杯葛 1990年代 妇女团体推估台湾至少有6万名的除剂 急需要制定保障儿童的专法 终于在1995年实施了 儿少及性侵害防治条例 也是因为这个法条 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马服关进了监狱里头 同时间妇女团体也发动了华西街慢跑 要跑进所谓的这条黑街 让世人看见这个黑暗的角落 想起一个小女孩听到外头 好多人大喊反除剂的口号 她了解这群人是来拯救她的吗 也就是在这场慢跑之后 有一个女孩后来向外求援 还揭开了她不堪的养女身世 养女过去给她吃好的穿好的 但她就是不懂为什么养母 老是喜欢把她的衣服掀起来看 露出窃喜的表情 直到她11岁第一次月经来朝 她才明白她将被带到一个人肉市场 来来来来来来 你看看这身体好 还有奶钞 可以照顾老的人 减带孩子又生师父 她从小被她的这个生母 就是被虐待长大 大多时候都是把她关在房子里面 人家来的事情 嘿嘿 不要做 到10岁11岁的时候 她的生母告诉她说 要把她送给人家出养 那叫那庭队要去那庭 传过 传过传过 一开始她觉得这个养母 对她相较于生母甚不错 因为以前她在生母那边的时候 是有一餐没一餐 来到了养母家 这个女孩曾经以为 终于有个爱她的母亲了 没想到好日子才过一年多 养母就露出了真面目 那她的养母就是常常会 把她的衣服掀开来看 看她发育了没有 问她说 你的胸部有没有脏脏痛痛的啊 有没有痛的 别的母亲这样子问女儿 是以过来人的同理心 陪女儿走过青春期 但她的养母 则是对女儿的发育成熟 见红欣喜 到她11岁的时候 她的MC生理起来的时候 那她的养母就告诉她说 我养了你一年花了很多钱 那你应该要去工作来回报我 那养母就说 那你都没有读书啊 你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所以你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个是嫁给一个这种老农民 另外一个工作 可以让你穿得漂漂亮亮 一个11岁少女的未来 本该不只有两条路 但资讯不对等童年 是养母只给她两条路 养母那边的时候是 常常是大鱼大肉的 甚至还帮她进补 所以她说她从以前 是这种干干扁扁小小的 到养母家以后 大概超过一年左右 哇就突然快速的这个 发展发育的很好 在当时她并不知道说 掀衣服 为什么养母要一直去掀她的衣服去看 而是在那个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养母一直在观察 我那时候听的感觉就是说 真的就是好像是在养猪一样 我就看说这个猪养大养肥的没有 是不是可以到这个卖的一个程度了 一只牛要卖五千块的故事 不是单一个 五千块能够买到一头牛 是早年台湾公开的秘密 其实当时有几个非常受瞩目的案子 报道出来 就发现说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少女 被贩卖到华西街的妓院里头 大概十二三岁左右 甚至于有小到九岁左右的一个女性 那辈子到华西街 让她们之前还有所谓的之前训练 就是让她们不断的看A片 所以她的资讯其实也是渐进 我刚才提到的是说 看影片这个是初阶的 那实际上到之后就是看现场的 那是台湾社会刚解研 经济起飞的80跨90年代 情色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 造成途迹被卖人数的供给 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用流行病学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推估出来 台湾当年大概会有 大概有六万多名的一个处计 那其实当时政府对这个数据是完全的 训练人 我会很气 我会很恨 我会不断地祷告问天父说 为什么是我 我几乎 几乎哭到已经没眼泪了 将近一年多了 快两年了 我会说 同样都是人 为什么我的童人是这样 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中途之家也很小 大概只有八个床位 所以一年我们也许只辅导了二三十位少女 所以政府官员那时候对我们就说 你看你们一年也才服务几个人 所以不严重 社会的默许 政府的忽视 逼得多个妇女团体 1992年在华西街举办路跑 唤醒大家注意 并且呼吁政府制定一部专门保障儿童的法条 当天大概有一万多人参加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们当然也都有邀请一些政府官员来参加 大家看到 哇 现场竟然来了这么多的一个民众 所以从那之后 政府官员的态度立刻大转变 他们会开始说 就算台湾只有一个除记 我们也要救 因为除记问题 当年有刑法妨碍自由罪 但哪有女儿会执任自己的父母 难以定罪 还有社会秩序维护法 但罚长不罚嫖 卖女儿 买别人的女儿 嫖别人的女儿 风险不高又有暴力 没在怕的 因为嫖客的需求 才创造出了这些整个市场的需求 就算我们救了一个少女 后续还是会有不情的 源源不绝的少女被贩卖 1995年 政府终于通过了第一步 保障儿童的儿少级性侵害防治条例 不再将被卖的少女当罪犯 而是视为要保护的对象 而真正被视为罪犯的是 嫖厨妓 买卖厨妓的人 明定行度提高犯罪成等 立法实施之后 救援人数的确下降 问题看似解决 但整体色情产业需求人在 问题至今人在 一部法条就算能够把当初出卖少女的人 掀开衣服欣喜的人 和压在少女身上的人 通通都关起来 但当初那个11岁的少女 已经很难把自己从童年 被当成猪来养的阴影里放出来 她刚逃出来 没多久 她不是去投靠男朋友 那后来没多久她怀孕了 那我就记得她那时候怀孕的时候 她甚至她说 如果我生的是女孩的话 我会像我妈妈对待她一样 对待她 王月豪的员工编号是007 表示她是第七个 进入立新基金会的 超资深的员工 这位在她年轻时 曾经救过的女孩 后来为人母了 却想把女孩 也推入了火坑 这回答 让她吓了一大跳 她说只有我女儿 像我妈妈对待我方式 这世界上以后才会有一个人 能够感受到她经历过些什么 她那时候你会真的是很 很心透 因为对她来讲是 就是说她跟我们说了很多 可是就像我们讲是说 我们再怎么去同理 我们还是不能够去理解 她经历过些什么事情 所以可是她会觉得说 在这个世界上 她希望有一个的是了解她 你知道吗 和我们的枕头 结束了女儿的头 我们都不是雨 其实都不知道雨 有多么的不快乐 偏偏后来她生下的真的是女儿 让人担心的是 其所不欲 她会不会失于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当中生在故乡 想起死 爸爸妈妈 你知道吗 我好想我好想我好想 请你们把我再重生一次 当年那个十一岁被卖到华西街的女孩儿 后来结婚怀孕 一度说如果生的是女儿 她也要把自己的女儿卖掉 因为只有这样子做 这世界上面才会有人真正明白 才会懂得她的痛苦 如此偏差的价值观 反映她内心世界的悲伤 还好等到女儿出生了 身为人母的心情融化她内心的悲伤 后来她是加倍地疼爱自己的女儿 不过台湾买卖人口的勾当 并没有因此根除 而是从买卖台湾女孩 变成买卖大陆女孩而已 从1987年开放大陆探计以来 非法入境的大陆人数 从762个人暴增到了1993年时的高峰 逼近了6000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这是2003年的新闻自来画面 漆黑的夜晚 海巡队追气一销 急速行驶当中的山坛 在上头载着以企图抢难 偷渡的大陆女孩 但是海巡队员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躲避查记 在船上的人蛇 竟然逼迫不会游泳的女孩们跳海 幸运获救的女孩们 哭诉自己如何的苦苦哀求 不会游泳 千万不要逼我 但是人神们 还是把他们往海里头踹 这一集惨案 最后造成了6名大陆女孩 不幸的匿病 正经病 上台都被在里面 别跑 Font 坐 抓 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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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出來地上 抓起來 壓出來地上 抓出來地上 抓住 壓住 壓住 我希望探望的全體都是父母掃身體 我求求你們的 女兒從大陸被まい到了台灣 爸爸第一次踏上園城的寶島 却是给女儿来收拾 这是何等的悲哀 但更悲哀的是 有的家属连认识的机会都没 因为被推入海逆斃的大陆女子 至今还有两个人 连身份都无法确认 仍然安置在台中 2003年8月26号凌晨3点20分 海群队也在苗栗通宵外改 锁定了两艘山板船 船上各载了13名的大陆女子 一共有26个人 企图抢瘫偷渡 其中由王中兴开的船 距离岸边还有15公尺 为了躲避查信 他一边加速逃逸 一边把紧抓着船舰不放的女孩 甩入海中 然后把我们十多个女孩子 就全部推到 用那个手把我们一脚一踢 全部踢到那船下面去了 16岁的弟弟舍不得姐姐远走 把爸爸给的金表再送给姐姐 他叫我不要走 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当年20岁的重庆小姐 她搭上了死亡山板 落海之后手里三样东西跟着泡水 但她都紧抓着不放 因为其中这本《湿透》的布子里 有一大段的留言 是妈妈知道女儿要来台湾 偷偷写下的祝福 她到历经生死的交官 被救起来之后才看见 请你们一定不要忘掉妈妈 一定要保重自己 妈妈的话 这一刻独来 真想跪在母亲的面前后悔 但能活着后悔 已经是幸运了 因为宏骚山板上 有六个女孩 最后上岸时 是被尸袋包裹着 六人溺毙了案件 震惊了两岸 血淋淋地告诉四人 台湾偷偷的情况 不但明目张胆 而且还罔顾人权 下海下海 不只指着逼人卖淫而已 而是真的把人给推下海 接下来透过这一位 我们从特殊管道 访问到的马夫口中 揭开那个当年大家都知道 却大家都忽视 不到出人命 不痛定思痛的偷渡杯葛 偷渡我从福建上来 一次大概带三十个 然后坐到基隆 还有光阴沿海那边 坐到这里 什么张舟啊 什么福祉 就乱坐一通的车 然后坐到一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 后面就是在岸上 去交给其他的人 然后快到岸上的时候 他就差不多这么深嘛 就叫人全部下来 到脚翻 脚膝盖 对 谁到该这么深 把脚全部下床 冲到岸上去 那边有人接 会接你们上去 在屋子里面啊 然后说 谁是谁的小姐啊 你叫什么名字嘛 就已经被你的心定走了 然后你就是随意他 就宣戴走 那种铁皮屋的 把全部带到那边去 带到那边去之后 经纪人 我经纪人就是 降伪老板那样子 他就拿了二三十万的现金 去挑那小姐 看货责 上岸之后 袁就被当成了货物挑选 像接下来这个女孩 不肯就范 倒成了赔钱货 因为我不肯 然后他把我一个又一个转败 经纪人靠心态不正 都不敢要我 不肯就范 就是心态不正 但想想 人怎么可以被当成货物 是谁的心态不正 三十四名的偷渡女子 上岸之后 就是挤在这又岸 又狭小的卡车里头 这段资料片的日期 是2003年8月28号 苗栗通宵大陆女子丢包案 发生的日期是 2003年8月26号 才隔两天 又有一群大陆女子被撞到 为了议员台湾梦 大陆女子冒着被丢包 逆臂的危险 也要偷渡到台讨生活 再过一天 8月29号 又有相关的信息 根据警政署的统计 2003年 查获非法入境的大陆人 一共有2345人 是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 非法入境人数激增以来 史上第七包 自己把 查获当中自己 载跟其他人的恋爱子结困 自欣听 这个当年被查获偷渡的女孩 她才说什么 载跟其他人的恋爱子结困 电话那一人是谁 而电话这一头的女孩 为什么认为自己 已经不是好女孩 那又是谁 把她变成坏女孩呢 我老板度得很大 他在这儿 人家就叫他国妇 他的工作就是去大陆交货者 然后回来就交给我 看看这个入狱的国妇 说到自己的前老板 在这人口贩运界 可是人称福 而这一国之父的政绩 难道是把贩卖人口 当作自己王国的进出口 人是有大陆人 我们有跟他讲大概几岁到几岁 我们在过去看 合适的话 就会从台湾这方面 请那个老公过去 不管是偷渡 或者是假结婚 真卖眼而合法入境 一个大陆女子被卖到台湾 原舌声称要花20万元的中介费 成功入境之后 就要这些女孩卖身抵债 这分大概全部帮他打通话 他20万 然后他再过来再还这20万 然后他们一个case的话就是1000块 一直call这样就做200个 要做200个 他每个月人头老公3万块 然后马夫每天可能是1000块左右 但是加班还要再另外付费 然后另外他还要付房租 每接一人赚1000 刚上班得先接满两三百元 还完那所谓的二三十万 之后才真正拿到钱 但这难道叫做转亏为盈了 一般而言 就算你已经把债还完了 你一天前面的四个客人 大概都是白接的 就是用来付基本开销的 后来他只好乖乖地躺在床上 习惯这份工作的三个基本动作 穿 脱 躺 穿 脱 躺 他记得我跟我讲了 1278的我吓死了 什么带套纸啊 什么又跟人家洗澡啊 我洗澡 还要帮人家吹啊 吹个毛 我说不要 他说你不知道你怎么赚到钱 我说他说你还欠我25万呢 他说 你信不信他说 我真的把你杀了 你不知道怎么死 当时大陆配偶可以来台停留时间最早半年 也就是假结婚登卖营的女孩 就算没被抓到 最多也只能够赚半年 或者应该说被剥削半年 所以人蛇是不能够让他们休息的 原来卖身还得分秒必正 早期半两个月就可以到台湾 一进来就离婚 赚到了 或是出事抓 我去就算就算了 公权还我了 我自己有钱 可是后面街头被抓了 我一分钱都没拿到 一般而言 我们如果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契约的话 我就是欠你一笔钱 我要用什么方式还你 是我可以选择的 为什么他们不能选择 一定要去做 你要求他做的工作 而且是一定要接 你要求他接的客人 对未成年少女的迷思 让台湾早年除季的问题 在1995年实施儿少 以及性侵害防治条例之后 得以改善 却只是从买卖台湾的除季 变成对岸的少女 1990年代初期 台湾开放了一个跨国婚姻 这个时候色情业者 就把脑筋动到了这些跨国 来到台湾的女孩子的身上 我从早期是从坐对面那个大陆里 然后后来在越南的 还有再来台湾 大概好几个国家了啦 根据警政署的统计 2003年爆发苗栗丢包案的当务 查获大陆及非法入境的人数是2345人 隔年2004年 骤降到了1610人 再隔一年又下降到了1081人 这表示问题后来都解决了吗 整个大陆的一个经济也慢慢地上来了 从大陆来的女性呢 其实比例降低了 再加上从大陆来台湾的这些女性 因为她们有语言上的优势 所以来到台湾以后 她们很快就熟知了台湾的一个环境 就比较不容易控制 于是慢慢地这些业者呢 又把脑筋动到了越南籍的被害人的身上 第一趟被转卖的时候是最迷的 第二趟的话是转卖去阿姆甸 还是没有被解决 而是从卖台湾女孩到卖大陆女孩 再到卖越南 卖印尼 卖各个国家的女孩 很多人很喜欢跟你上伤 为什么你不会想国语人他喜欢亲户 伴女孩子来台湾 为什么她老公那么老呢 为什么她愿意嫁呢 越南没有帅哥吗 比台湾更帅啊 更年轻啊 为什么他们不嫁啊 他们要嫁来台湾呢 国语又不会讲 亲戚又没有 房友又没有 你喜欢吗 你不喜欢吗 我也一样我不喜欢呢 可是为什么你来台湾呢 我头脑里面就想说 哦 我乖乖听话 稍微多我还乱钱 我现在可以拿到薪水 拿到薪水的话 我现在就有钱了 你说对吗 只要有需求 市场就有所谓的新鲜货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人口买卖犯罪 只是一再变种而已 这几年我们可能听到的是 应召战嘛 会开始养很多的少奶 就先开始跟这个少奶 可能先建立所谓的情侣的关系 然后就是 可是我们现在 我没有钱了 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去赚钱 时至今日再变成了 以债务毒品控制 或者是怀柔公事 把被迫变自愿 让被卖的人不觉得被剥削 这些少女其实某一个部分 她们也没什么退路 或许在她的 那时候她的理性的 一个计算之下 她就觉得我是留在男朋友这边 还比较好 她似乎是爱我的 如今的台湾 真的没有厨迹了吧 就算没有名义上的厨迹 后来却又多了新的名词 叫做袁骄 这种怀柔公事 看似没在控制就达到的控制 犯罪成本更低 更难定罪 这是利用袁的弱势处境 更高明的剥削 你上枪 你拜 再拜 阿六 阿六 我们拿这个枪 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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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啦 你回来 你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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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这就是她从成都 港南来追求了 我几天买给我的 我也不会开着手机 我只能够接她打了电话 漂亮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没有啊 我以前没有看人下海 没有啊 这个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天空有没有啊 不可能啊 我们不可能啊 聪明的小孩 今天又没有哭 我们明镜比较重心的人 对 对 他们怎么掉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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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是你们的 他们怎么掉下海的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不是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贩卖人口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办法根据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访问 更让人震惊 因为这个马夫 他非常坦白地说出 当年他们在桃园地区 他们是如何贿赂管区的远警 而警察拿了钱之后 又是如何既要领检 又要他们不时送上 醉心的小姐来白嫖 如果他们不从 就扬言抄掉你的据点 如果这个小姐不从呢 就扬言把你抓进派出所 事实上 这样子的事件 并非是空穴来风 也不只是在桃园发生 继日前保大传出丑闻 如今鲁继勒书 像滚雪球一般 大安分局基层云竞也传出丑闻 2001年 台北市爆发的 原警鲁继勒书案 把最丑陋的一面 摊在阳光下 接下来 透过这个马夫的告白 他要说出一段 他在桃园 从事马夫十年来 如何和当地部分的 不孝远警 互力共生 1989年到91年 警察不会抓 为什么 警察自己都在玩 他们说那个啊 杀一千干嘛 对啊 警察自己不会跳吗 警察自己不会跳吗 五 五万 他自己搞的五万 五万什么意思 拿五万块给 给那个 给那个管区 他会跟你讲说 今天封比较紧 收封给 我们就知道就不要做 大概时间就是八点到十点 那段时间 他们会出来 那段时间我们就停下来不要做 一个派出所里面的话 至少如果有三十个几年来 至少有十个以上 十个以上知道这个 那你今天要出来抓 一定这十个出来抓 你这样有可能抓得到吗 我们以贪污和堵制了两项罪名 查询他说 没在抓的民国八十九年到九十一年间 桃园地方法院的判决 并没有查到 有因为包庇色情业者 而遭到法办的案例 这是代表他在说谎吗 还是法网灰灰 刚好 输而不见 我打比方我认识 知道的 知道的一个警员 大概应该算是组长之类的 以他来讲 像他每个月 我们老板会拿钱给他 多少 大概 三五万块 不一定 拿了之后他会来找 我们有新 如果说有新人又进来 他又要先玩 我会吓他 跟他讲 我是 我是怎样怎样的 如果你不听话怎样 我就把你带回去 不让你在这里赚钱 如果惹到他不高兴 他就要叫老板交人 交给他做业绩 对 如果不交 他就整个窝把你抄掉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老板常常惹到 就是说 遇到这样他不平滑 就把监狱出来 最早就是台北线 然后一路抓着 抓到整个台湾 我知道 在民国92年左右 要不然以前 哪里会抓 你有听过吗 根本就没有 91 92年的时候 在台湾的大陆 偷渡干 加价 最少超过五六万 部分的不孝远景城的共犯 当然加上了问题 但人口贩卖 被卖背后 最深层的成因是什么呢 我妈妈 我在过小四年间 我妈妈带我去抓监 去抓我爸爸 我在过小四年 我隔天又要考试了 那种心情很难过 其实 有我妈 怎么讲 我妈妈 其实让我很幸福 我自己知道 可是我现在比较懂 以前不懂 他也是很多男朋友 一直换一直换 我心里就是想说 要我爸爸回来 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妈妈会有那种 会交往那么多 我就很气他们 你也怪他 我就很气就对了 主要是因为我没办法 接受这个情景 我们播出他的童年告白 不是要为他脱罪 而是要呈现犯罪者 和被害者 往往来自同样的家庭 因为经济的弱势 因为家暴 性侵的种种问题 所以他们才会落入性交易 有可能有时候是被买的 还是被引诱的 我进来关两个的 前一年我真的是 每天做噩梦 就是 从来被他欺负 做这一行 遇到什么事情 被人家绑架 怎么样 马夫不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这种人以前叫保镖 名称是会变的 但犯罪形态不变 因为需求没变 犯罪的成因 也始终没有改变 一个马夫的不堪童年 和一个少女的不堪童年 同样都来自于 一个不温暖的家庭 那家庭问题不能够 为任何的犯罪行为来脱罪 但家庭 绝对是影响到 每一个人的医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舞 我说没想 我们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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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